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近期媒体报道 中正大学师生 今年有200多人 受到网络诈骗 但事实上 今年度民修下需 总共只接获 117件诈骗案 报道内容 显然与事实不符 我们承办人 跟我们媒体 平面媒体记者 在闲聊 也没有仔细经过核算 他是就认为 好像中正大学 受理的案件特别多 那就随便几个例子 四所大学 中正大学 又可能占了三分之二 可能对贵校 有一点造成不变 或是伤害 本分群 感到非常地抱歉 对于此事 中正大学学生 皆表示因声明澄清 我觉得应该 就是因为我们 这边太偏僻了吧 然后大家都用网络之类的 300人没有200人受骗 听起来很夸张 可是说不定我觉得 其他学校也是有很多人受骗 媒体并没有经过适当的查证 就报道出这样的新闻 对我们学校的学生 造成了很大的影响 在117件诈骗案中 受骗的学生人数 总共有35人 包括民雄辖区的四所大学 其中以中正学生 受害人数最多 但中正大学失神数量 也是民雄辖区的大学中 最高的 手法或是他的说法 目前还是以这个 所向网络购物 这个网络购物事实上班来讲 学生们从事这方面的活动的 比率会比这边的居民会高一些 就是学生的这个人数 可能就会比100名中多一些 您是否注意到 近日中正大学举办的基二三十活动呢 学校积极推广公益自愿服务 透过课程规划及活动参与 期盼能让学生更加了解 什么是志工服务 大学生的学生 那我们 Movet小学生 才能做生意的 才能做生意的 夹多小女孩 最后来讲 每个人都在一起 有个生意的 有个生意的 特别生意的 很多的 不一樣的話你要聽聲音 這是吐聲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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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刚刚變成了 introducing我的揍作 他可以 Hunixo 真的非常主要 只要是一定那位 这一堂 还记得电影里男主角为了赢得女主角的芳心举办格斗大赛吗 中正大学自由搏击社 自由举办无差别格斗大赛 让大家更加了解这项运动 FIGHT 咦 这不是那些年我们一起追的女孩电影里 可景腾为了取得沈嘉宜芳心举办的格斗大赛吗 中正大学自由搏击社举办无差别格斗大赛 将电影里的场景拉到现实生活中 让大学生体验电影里面的青春与热血 今年刚好就是有那九把刀的电影 然后我们就想说搭配这个为主题 用就是不同系所不同科系 当作是比赛的一个对战组合的噱头 也让更多人知道这个运动 然后其实没有那么的可怕 无差别就是说可以用手可以用脚 然后或者是把人家摔倒这样子 场上的选手来自各个学院 一拳拳的打斗声让现场同学净乎连连 参赛者跟大来亲友团为自己加油打气 上大学到现在都没有打过架 想说打打人不错有机会 因为这种互殴的运动本来就会有它的风险存在 弱肉强食的世界嘛 谁练习多谁就赢了 我的对手60秒KO 主办单位提供正规的保护工具 并和卫生保健组合作 如果有发生意外会立刻派人前来支援 有限制一些像手肘或膝盖那种危险的部位 不能使用 然后一些重要部位也不能打 因为我一直是被那个直拳打二人 其实那个面罩都还蛮耐的 打二人其实我只有云合我没有受什么伤 赛程分为两天 决赛一到室内举行 参赛者虽然受伤 但仍展现运动家精神将比赛完成 比赛结果 放射 我内伤 我觉得我这次打的时候我就觉得很想吐 然后气有点不顺 可能够验收到这一年练习的成果 也就代表我这一年没有原地踏步走 格斗大赛虽然很热血 但是防护措施也要做得好 免得被打到鼻青脸肿 也不会有沈家里来看你哦 中正一报记者 陈红一黄实现 中正大学报导 年底到了 您是否会参加一些晚会表演呢 众耳玉龙的音乐能够打开现场的气氛 但也可能导致听力受损 造成不可逆的伤害 接近年底 许多晚会纷纷推出表演 声响大的音乐让人听了辛勤愉悦 不过这样的音量可能会造成耳朵的损害 有人因长期接触摇滚乐而导致一耳中听 其中更有人出现耳龙的现象 当下还有结束之后会有点不舒服 有大概15分钟的耳鸣 如果发现练团音量太大的话 我就会带专用的耳塞 玩音乐玩久了 然后可能比较没有做防护措施的 可能会有重听 耳膜是介于外耳及中耳间的半透明薄膜 薄薄的一片容易因为外在的压力过大而受到伤害 尤其是噪音 噪音引起的话 其实最常受损的地方是内耳的听神经 声音从外面进来会经过外耳道到耳末 然后经过中耳三个听小鼓 然后进到那个内耳的听神经 没有什么特别好方法治疗 那是比较不可逆的 生活中敲键盘或是一般讲话声都在80分贝以下 但大学生喜欢戴耳机或是听MP3 超过90分贝 15分钟就可能造成突发性听力受损 身处于110分贝的摇滚会场 站在音响附近只要一分钟 就可能造成内耳的伤害 从音乐会出来的时候 就是如果比较靠近音响的话 就可能会有一些耳鸣的现象发生 然后耳朵会有刺痛感 其实我们是相当不建议 长期用那个耳机那种来听音乐 噪音引起的听力损伤 第一个跟噪音量的大小有关 第二个跟它的时间有关 保养最重要还是说减少 结束噪音这是最重要的 是预防比治疗还重要 听力受损是一般常见的问题 下次遇到震耳欲聋的声音 还是小心 以免造成不可逆的伤害 中正医报记者韩云峰 郑宜萱嘉义报导 出落三杯国际哨棒邀请赛 在嘉义热闹登场 出落有职业球员到场加油外 更有小队员的采接表演 就让记者带您一起来感受一下 当天的热闹气氛 第十四节珠落山杯国际软士少年报酬邀请赛 在嘉义热闹登场 一开始的采接活动 除了穿插表演 炒而气氛外 小队员们也热情地和民众打招呼 展现他们的活力 开幕电影上邀请到许多表演才提前来助戏 小朋友们精彩的演出也让现场观众掌声不断 主办单位也安排主棒选手到场签名 为小朋友们加油鼓励 活动负责人吴永靖表示 今年参赛队伍包含海内外多达138队 创下比赛新纪录 现场也有市长贵宾自持 却因为过于冗长 导致小队员纷纷欣喜离场 小队员们顶着艳阳彼此切磋较量 球场上全神贯注奋力一搏 盼能获得夹击为球队争光 在队有热情的加油声中 小队员努力的比赛 希望他们都可以得到好成绩 中正一报记者李嘉惠 陈宜如嘉义报导 农村再生计划已推行多年 不少社区积极推动改造计划 但也有民众认为政府补助的经费 并没有花在刀口上 让我们一起来看看 由中正一报记者精心制作的专题报导 小朋友奋力向前冲刺 只为了在限定的时间内 抱回香甜的柳丁 这是云林县古坑乡荷包社区 所举办的古坑荷包柳丁感恩节 展示出荷包社区 在培根计划的训练课程中 所学习到的成果 目前的这个农村再生条例里面规定 要上四个阶段 就是关怀进阶核心再生 这四个阶段 才能提农村再生计划书 所以以荷包来讲 我们现在目前在这个地方办柳丁节 在这边也展示了 我们柳丁年糕 柳丁饭头 甚至于我们社区妈妈 也能够做一整桌的这样的柳丁菜 这个是在培根过程里面 能够让社区能够学到真正 他们想要的东西 参与这个培根计划以后呢 我想对于一个社区的产业 也绝对有很大的一个转变 农村再生计划提供许多农业社区 改善生活环境品质的机会 位于嘉义县易烛乡 东荣村的光荣社区 则为成熟的农村再生计划示范点 居民积极提出申请 美化社区各个脏乱角落 东荣村村长也带头组成义工队 定期整理社区乐策 将赚取的资源回收费用 当作维护设施的基金 我们做了一些市业的景点 就是我们的木工园 我们的火车斗路火异象 我们的台道 例如改善马赛客 我们的医工大家也做 我还说我们的医工是一个农业所在 但是我们有材料 但是位于沿海地区的云林县口五香蟹错村 为了改善社区内独居老人生活品质低 及格带教养问题严重的处境 积极争取农村再生计划的补助经费 但政府延迟一年才给予回应 授客失资也因经费不足 而停止进驻谢错村 居民质疑政府补助的审查资格 认为经费应该用在照顾弱势生活的刀口上 一开始的申请和上课就已经等了一年 那么有心的社区想要争取 应该要让它更早 更提前 不要让这把火熄了 更弱势的社区应该要更协助才对 这个建议能有让很多协者 还有政府机关能了解说 把这个经费花在刀口上 农村再生计划利益虽美 但政府补助的审核标准因是各地需求 才能发挥改善农业社区生活品质的核心精神 帮助弱势居民打造更好的生活环境 以上是这期的ETV 希望的最后要带您一起来看看 光荣春的农村风光 祝大家有个愉快的旷野 我是国财军 谢谢您的收看 我们明天见